寶寶 寶寶 睡醒了 開心的寶寶睡醒了 長了兩顆小牙齒 現在五個月長了兩個小牙齒了 抱起來換尿布囉 要吃飯囉 我知道 寶寶 開門 好 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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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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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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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这些就是学生要来之前 先把桌子布置好的样子 这一块是我上课要示范的板子 然后今天的作品会长这样子 会介绍秋天的颜色 以及这一句传道书里面的经文 三章十一节 后面这个概念用patch拼接的方式 来一个大色块一个大色块的完成这一幅图画 那我们的主题是 The Fall Landscape 成品会长这样子 要教他们认识秋天的颜色 还有秋天的树啊树叶落叶 教他们去观察这些大自然的模样 然后把它画下来 那这些材料呢 不同的笔刷 从粗的到细的 因为我们今天会用到最细的这一支会比较多 那这四种不同的刷都让他们带回去 他们以后在家里如果还想要继续创作的话 就可以继续使用 我们的水彩纸是用这个牌子 它的棒数比较厚 比较可以承受更多的水 不容易把纸画的薄薄的画破 也可以重复叠色上去 他们来之前才会把颜料挤在 这种一次性的颜料盘里面 免得颜料会干掉 然后这个区块是调色的 他们来之前会再准备一盆水给他们洗笔 那每一个明信片下面呢 都垫了一张纸巾 免得颜料建到外面去 最后我们会装框 把它装起来当成一个作品 那后面呢会粘上今天的经文 今天的经文是要教传道书的三章十一节 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 那今天所要讲的两个绘本呢 是这个Wishy Washy 它里面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水彩画作的绘本 我非常喜欢 之前有介绍过一个圣诞节 买给孩子的圣诞礼物的时候 我又买一系列这一个插画家所画的图 它就是一只小松鼠 洗了笔之后画上不同颜色的东西 有一些优美的文字 洗笔了之后又换色 我非常喜欢这个插画 很温润 然后很真实 不是那种太可爱的风格 这本很推荐 可以珍藏一本 它可以看很久 我跟牡丹在家里画画的时候 也蛮常使用这一本的 那这个是可以学习动物跟押韵 也是跟秋天相关的绘本 这是在加拿大的一个二手书店买的 里面就是在讲 当一阵风吹来的时候 叶子吹进来了 什么动物就打喷嚏了 然后叶子又吹到下一个 什么东西 是一个连环的故事 小朋友会很喜欢这种短短的 有一点夸张的 然后有剧情的 有一点点可以预测的故事 这也是孩子会喜欢的类型 这就是今天搭配的绘本 所以的时候 在目 Fresh 涩犬上的 去找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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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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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